会让你很惊艳 为什么会看到很多你可能白天看不到的生活 大概夜行新的就会出来 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与珍贵的地形景观 更被誉为全球最美日出的 基隆和平岛地质公园阿拉宝湾 获得全球第二大旅游组织 亚太旅行协会金奖的肯定 这一次呢我们其实和平岛地质公园非常荣幸 获得了交通部观光局的北关处 提报到有一个亚太区 有一个亚太旅行协会PATA 我们也获得了其中一个类别的金奖 亚太旅行协会是全球第二大的旅游组织 所以每一年都会针对不同的国家 所提报的一些可能针对永续旅游领域这一块 或者是行销类的 有不同的类型都可以去提报 我们这次很荣幸在可能上百个提案国家里面 我们获得了一个其中类别的金奖 尤其这次获奖项目 是永续发展与社会责任类 让多年来用心推广永续旅游的和平岛团队感到很欣慰 尤其这一次更让我们兴奋的是 它有分两大类别 一个是行销类 那我们这一次其实不是获得行销类 而是永续发展跟社会责任类 在亚太的旅游目的地的复原力这个奖项 其实让我们非常的开心 因为和平岛地石公园在这几年 不管在地景的保育 环境的教育 或社区旅游 或者是地景旅游 社区发展的联合 其实投入非常多的行李 我们这次的提案 其实就是和平岛地石公园 世界秘境 也就是我们打开了 阿拉宝丸已经封了大概十来年之久 以前因为可能有落实 可能因为有潮汐潮差的问题 所以它就干脆就把它封掉 但是我们一直深信禁止或封闭 其实不代表永续 我们其实现在要进到我们这个秘境 其实我们都要 我们每年第一个都是五月到九月才开放 第二个呢 我们还会透过一些方式 就是你一定要戴我们的安全帽 穿我们的反光背心 然后我们20位的民众 一定会配一个导覧老师 希望让你可以很深度深入的去了解这里 然后第三个呢 我们还会把每一年的那个潮汐都查出来 所以我们只开放每一天三个小时的退潮时间 所以我一年三百六十天 好明天譬如五到九月 明天是八点退潮 那我就开放八点到十一点 然后明天如果是十二点退潮 因为它会一直退一直往后退 十二点退到十二点到三点 那这样要怎么预约 我们在官网直接就会把开放 每一天每一天是几点开 都有直接线上订 所以我们希望可以透过管理室的开放 让更多的民众或旅客 可以透过我们的这些的方式 可以亲近这块环境 黄伟杰强调 旅游玩乐也可以很永续 将持续串联地景保育与环境教育 打造永续环保的深度旅游 让更多人有机会来亲近和平岛的大自然之美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